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上期跟大家分享过 在这个秋季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是最放心最大胆的浇 但是呢,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四 也一定要注意细节 在这个秋季给兰花浇水 一定要四看 那么是哪四看呢 第一,看兰苗 我们的兰猪生长的比较倦壮 那么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就给它多浇 如果生长的比较瘦小的 或者是病弱的 我们就给它少浇 第二,看涂 我们使用的这个盆涂 如果是初级溜的话 我们就给它多浇 如果是软级溜的话 就给它少浇 因为初级溜呢 它历史性比较强 我们就给它多浇一点 软级溜的话 历史性没那么强 它蒸发的水分也没那么快 所以呢,我们就要给它少浇 第三,看盆 我们所用的这个花盆呢 如果是紫砂盆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多浇 因为紫砂盆 它散发出的水分比较快 如果我们使用的陶瓷盆 或者是这种塑料盆的话 我们就给它少浇 第四,看天气 如果我们所在的地区 玩具 是经常下雨 我们就给它少浇 如果是天气群冷的话 那么我们就给它多浇 在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只要做好四看 那么我们的兰花 就会养得壮养得好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